希望姊妹们处得平安 今天感谢神 神也是感动我 我们每一年 希望是一卷旧约 一卷新约这样子来讲 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宣讲加拿大书 在前天晚上 我跟我的孩子 我们都一起发高烧 他在爷爷奶奶家里 就跟我不住在一起 当我们那天晚上同时发高烧 他到40.5度 我到39度 然后昨天我跟我孩子讲 我说你看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同时发高烧 说明我们真的是父子 他说是不是很奇妙 他说是 你会看见病是要传承的 注意也要传承 但是我们的盼望在于说 神的恩典也在传承 甚至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 我们的盼望是在于说 恩典的传承可以胜过罪的传承 我们一起地团来祷告 天父上帝孩子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给我们预备 在我们地上还有这样的时间 我们可以一起聚集 我们来学习加拿大书 因为这一卷真的是称之为是基督徒的一个自由 主要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来得救 我们也站立着你的恩典当中 在圣灵的大能之下 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主要求你将真正的自由赐给我们 主要将真正的自由 每一天不但是赐给 还正在认识你的朋友 更加赐给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信徒 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成圣的路上 我们每一天都仰望你的恩典 主要求你来掌管 求你来祝福这一个的系列 求你来掌管孩子的口和心 也求你是孩子的身心 主要真的是有足够的体力 精力 主要愿真的是被孩子的心口 和听众的心都能够被你所得着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今天是第一章的一到十节 但是其实我们主要讲一到五节 那其目叫做呢 这是使徒的福音 就刚才我们讲到传承了 中国传统也有句话 叫做上阵不离父子兵 有些仗呢 是一代人就打完了 但是有些仗呢 是要一代一代的打的 所以那些仗呢 就是上阵不离父子兵的 所以实际上是 你会看见在历史当中的那个传承 你看见基督信仰跟所有的其他的 不一样的就在这个地方 它是道成肉身的一个信仰 道成肉身 那一个是说那一位道 就是耶稣基督 他来到我们中间 他取了人的样式 当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 他说 圣灵保卫师将与你们同在 而你们被称之为是我的身体 那实际上就意味着说教会 包括教会的历史在这个地上 也是道成肉身的一个继续 所以我们所传承的这一个信仰 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信仰 我们不是一种知识性的一个想法 不是一种哲学性的一个理念 所以这是我们跟其他所有的思想 所不同的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好像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无神论者 叫做布鲁德洛 他有一次呢 他就挑战这个基督徒 当时有一个叫做霍师 当时是一个这个传道人 那这个布鲁德洛就挑战他 他说我要跟你公开的来辩论 辩论这个到底是有神还是没有神 想跟你进行一场公开的这个辩论 那然后布鲁德洛就这样子讲说 那如果有人要跟你辩论呢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然后他就跟他说 好 但是呢 有一个条件 在满足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就开始公开辩论 什么条件呢 他说 我建议这样子 我们各自拿出证据来 证明我们所持的信仰是真实的 那什么证据呢 我们去找一百个 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教导 而改邪归正的 生命发生美好改变的人 我找一百个 你也去找一百个 我找一百个 因为耶稣基督的真理 而生命发生改变的 你去找一百个 因为接受无神论 而生命发生美好改变的 找到之后 我们就开始辩论 然后 后来 博士就讲说 那你找不到一百个 算了 找五十个 最后找二十个 最后他说 只要你找到一个 我就给你找一百个 然后我们一起来 公开的辩论 结果到后来 这个布鲁德诺 最后就收回了他的挑战 因为他两个都找不到 没有人因为接受无神论的思想 他的灵魂被更新的 因为那是一种思想 无神论找不到一个 道成肉身的无神论 任何一种思想 任何一种都是这样子 他找不到一个 在肉身当中的一个传承 真理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说 神的福音 真理是在肉身当中的传承 而在肉身当中传承的 乃是真理 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看不到这种传承 那我再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 在以前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庭 我们在这一章保罗会讲到说 对于犹太教的一个批评 就是在加拿太所建立的 这些教会 大概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 去到加拿太 加拿太的南部 差不多加拿太就现在 差不多土耳其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在里面 有安提阿教会 有陆士德教会 这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 所建立的教会 然后保罗这一次学信给他们说 当我走了之后 教会被建立之后 有一些犹太教的基督徒 原先是犹太人 接受到基督福音的 来到你们的中间说 光凭着信心 光凭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是不可能得救的 还是要守一些的律法 还是要达到某些的要求 尤其是他们当时所提出的要求 主要就是割离的 大概200多年前在欧洲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庭 这个家庭也说不上叫做真正的敬虔 只不过说他生活在那个习惯当中 就像穆斯林他不吃猪肉一样 这个家庭也是一样的 反正到了某个节日就应该做某样的事情 反正他都遵循这些宗教的习惯了 这样子的一个家庭 这个是一个有外在的持守 但是不一定有内心的一个敬虔 那这个家庭的父亲呢 他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 那他们有一天呢 就全家就搬 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 就去了在德国的中部的一座城市里面并居 那你知道那个时候 已经是宗教改革以后了 那么整个欧洲经过这个三十年的战争 新教跟天主教打了几十年仗 打下来之后呢 欧洲的这个信仰的版图 差不多是呢 北边以这个瑞士为界 瑞士呢 是南部的法语区 北部的德语区 南部的法语区 然后在下面法国意大利 这个呢 是天主教地区 基本上呢 这后下面都是天主教的世界 然后瑞士的这个德语区以上 德国然后整个中北欧 斯坦迪拉维亚半岛 这些呢都是新教的国家 那基本上那个分界点在那里 但德国那边 德国也有天主教会 也有这个 新教里也有路德中 也有这个靠近瑞士的也有改革中 那么这一个家庭呢 就搬到德国中部的一个城市 这座城市呢是路德中的教会 然后有一天吃饭的时候 这一个父亲就在桌上宣布 从这个星期天开始 我们全家去路德中的教会做礼拜 就是宣布我们家改中了 为什么呢 不是他接受了耶稣基督 所以他觉得不这样子 没办法做生意 就是你到了一个 你知道这个城市里面的人 都是这个基督徒的时候 真的非基督徒在里面很难受的 人家去基督徒开了商店买东西 不在里面去买东西 所以他这个父亲觉得做生意有很大的压力 虽然他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家庭 但是他就向全家宣布 我们改宗 现在去新教的教会 当他说完这个话之后 他的儿子呢 就非常的绝望 他的儿子一下子觉得他的父亲 原来每家都守这个建立啊 该去哪里去哪里 该去这个朝拜 该去怎么样 甚至是禁食的时候 守栽的时候 他们也都有这些习惯 但是这个孩子 就忽然感觉到他父亲的信仰是假的 感觉到他们全家的这个传承 传承呢 也传承了差不多一千八百年 不是一千八百年了 只是犹太教传了几千年了 耶稣之后 他们都已经一千八百年了 他们这个家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子 就像一个穆斯林 他虽然没有真实的信仰 但到现在他不吃猪肉 那你可以知道说 他的这个家就像他 他不是发糕烧饭了几千年 他是不吃猪肉都不吃了几千年了 这个力量还是蛮大的 但是这个孩子却忽然看见说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的 其实这一切都不是真正的一个信仰 他开始对他的父亲产生怨恨 开始对他整个这个家庭产生一种绝望 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 写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面呢 他是犹太人 他就烹饰犹太人 他说我们不要观察在安息日的犹太人 我们要到平常去观察平日里的犹太人 平日里的犹太人 他们的世俗的偶像是什么呢 金钱 他们世俗的目的是什么呢 做生意 他们心中真正的上帝是什么呢 就是钱 所以他非常的痛恨他自己所在的这个民族 后来这个年轻人呢 去了英国在大英图书馆做了看书 据说呢 在那个大英图书馍磨出了两道很深的脚印 所以你知道他是谁了 这个犹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他在那里写了《资本论》 他告诉你说这个世界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就是金钱 就是资本 所以这个是卡尔马克思的故事 还有呢 当几十年之后 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 他的亲密的战友 他最好的朋友恩格斯 带着他的儿子来到马克思的墓前 然后指着那个墓 告诉他的儿子说 这个才是你的父亲 马克思他说 你的父亲跟家里面的女佣失通 生下了你 但是为了不让燕尼伤心 我领养了你 恩格斯为马克思养了三十多年的私生子 一直到马克思去世 才到墓前告诉他的儿子真相 我说这个是什么 我不是理会马克思 无神论 无神论者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私生子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说 无神论还是包括其他的宗教 都不是一种道成肉身的信仰 没有办法活出一种生命的样式出来传承 没有办法 跟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不是这样 我们说耶稣基督用他在十字架上的保险 他把我们也带到那一位上帝的面前 然后对我们说 这是你的父亲 你可以称他为阿爸父 这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在历史上真实传承的一个信仰 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他是使徒 不是说他有多么了不起 当然犹太教的这些 进到加拿大教会之后 就是诋毁保罗所传的福音 也诋毁保罗本人的这个位分 他是谁啊 我在做拉比的时候 他不知道在哪里了 然后十二使徒 十二使徒没有他 他说在大马十二使徒的路上见到耶稣 谁知道啊 所以有很多对他的这样子的诋毁 所以你会看见说保罗在好多的书信里面 尤其是在加拿大书里面 他反复地强调他使徒的身份 他说这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是借着这个给我使徒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那然后我们看到 接下来他就讲说 我们所传的福音 这因为这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有任何人传福音 若是与我们不一样 包括我们将来要说的跟我们不一样 包括那从天上来的天使 也没有权利去更改福音的内容 那么地上没有第二个福音 因为这个是真理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两面 第一是真理是在肉身当中传承 第二在肉身当中传承的乃是真理 所以我们真的看见是很美妙 刚才那个东东讲到这个圣诗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我在那个前天晚上的时候呢 高高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唱诗 声音也比较大 然后我就在那里学 我那天晚上学了两首圣诗 一首是这个叫《天父看顾》 那你们都听过那首歌 《圣兵》的时候特别适合唱那首歌 它说天父必看顾你 时时看顾他必看顾 然后还有一首叫《万物的结局境》 然后你知道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一首是 叫做《先贤之信》 这首诗歌是美国在建国一百年的时候 建国一百年的时候 为了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年 当时美国的国会 美国的国会就决定希望他们出钱 想找人写一些歌了 这是好像我们的五个一工程 政府希望写几首歌 当时美国清教族的传统还很深 都有一个牧师写了一首歌 就叫做《先贤之信》 英文就是《 our father's faith》 因为这贤字太主家化了 这是我们祖先的信仰 我们祖辈的信仰 就是那一个亚伯拉罕的神 以赛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 如今活在我们这个国家一百年 也变成我们这里真实的 我们今天所持守的信心 是《先贤之信》 而且这个先贤 已经不只是亚伯拉罕以赛 不只是新约时代的这些使徒了 而且已经是在我们当中活出来的了 从华盛顿开始活出来的 我们的先贤之信 哎呀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子孙可以唱这首歌 我们的孩子的孩子 他们可以在这里唱这首《先贤之信》 所以你看到我们 当你唱诗的时候 星期三我们在《查经班》里面 我们问到一个问题 《查经》也是这样子 我们说在这个《查经班》 有谁与你同在呢? 谁跟我们一起在《查经》 是不是我们就是坐在这里的三十几个人 我们说不是 我们说 亚伯拉罕有没有今天晚上跟你一起《查经》 导罗今天晚上有没有跟你一起《查经》 奥古斯丁、迦尔文今天晚上有没有坐在这里 王明道有没有坐在这里跟你一起《查经》 这好像在登山变像的时候 这个门徒们看见摩西跟以利亚出现 跟耶稣基督在一起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众圣徒与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今天说 我们在这里敬拜 我们不是《秋律之福教会》 坐在这里 这几十个人在这里敬拜神 我们来是在那个普世的大宫的教会 在那一个一代人一代人的传承 在那一个跨历史的 跨时代的那个教会当中 我们与众圣徒一起在敬拜神 我们既是与我们的祖先 我们今天当中的历代圣徒一起敬拜 甚至我们也与我们子孙的子孙在一起敬拜 所以今天晚上我说 各位姊妹们 不管你们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生孩子 你跟你子孙的子孙 今天在一起敬拜神 那我们《查经》也是一样子 我们不是这几十个人在一起查经 我们是跟历代的圣徒在一起查经 那我们唱诗也是一样 为什么我们唱《小敏》的诗歌 我们唱《小敏》的诗歌 就是意味着我们认同家庭教会这五十年的传承 当我们唱起《小敏》的诗歌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不是我们这一天教会在敬拜 来是我们跟这五十年来 1949年之后的中国的历代的圣徒 在一起敬拜神 所以我们唱他们的诗歌的时候 就像我们唱《约翰牛顿》的诗歌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跟他们的生命有一个连接 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的一个传承 所以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命的经历可能我信主只有几年 但是我在这样唱诗的时候 我在这样查经的时候 我的生命的那一个深度 就已经被主所扩容了 因为我的生命与他们相连 我属灵的经历也与五十年来 中国教会属灵的经历相连 但是还不够 我们还要唱《约翰牛顿》的诗歌 我们还要跟几百年来 神在地上他的教会当中的作为 在这些圣徒的属灵的生命与他们相连 我们还要唱《玛丁路德》的诗歌 我们要唱1517年以来 新教改革以来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我们还没唱过 你们会不会唱《玛丁路德》的那首 《上主是我兼顾保障》 那是新教 我们下一次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学得唱 因为那是新教的第一首诗歌 《玛丁路德》是普曲的 《上主是我兼顾保障》 然后我们还要往后 我们唱中世纪的诗歌 我们会唱《格力高地的瑞隆》 我们会唱初代教会的诗歌 我们在这样的里面 我们跟他有一个传承 《小敏的诗歌》很好 《小敏的诗歌》有一个问题 也不是问题 是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有人把《迦南诗篇》整个一千多首诗 在神学的主题 在信仰生命的主题上 有一个社会学的归纳 一个统计 很清楚在里面看见 《小敏的诗歌》里面 代表着中国家庭教会 这几十年走过的路 所以他有一些神学主题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倾向 就是《默示论》的倾向 非常强烈 在《小敏的》 在《加拿石篇》的一千多首诗歌 《加拿石篇》的一千二百多首诗歌 有百分之三十几到百分之四十的诗歌 是关乎《默示论》的 因为他显明着说 我们是一个受苦的教会 我们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 我们是一个每一天早上醒来 都盼望主耶稣就再来的教会 所以这样的诗歌代表着 中国教会五十年代的 一个属灵的经历 代表着神在我们当中的 一个恩典 但是也代表着说 教会在这个时代 他在怎样一个全辈的信仰 跟生命的一个主题方面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侧重 所以你很清楚的知道说 在《小敏的》诗歌里面 你是没有办法唱这首诗的 就是先贤之戏 没有先贤之戏 因为差不多我们觉得 耶稣基督还有三十年就要来了 所以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 所以我说 我们希望五十年之后 我们圣语之福 教会的子孙们 他们可以在一起唱一首先贤之信 而当他们唱的时候 他们不只想到是 历代的圣徒 不只想到是 中国家庭教会 王民道先生这一代的圣徒 也不只是想到 想小米的士哥 他们这一代的圣徒 而且想到今天的我们 而且想到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在彼得后书的三章第九节里面 我们常常这一句的经文说 有人说主还没有来 是不是单言了 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 五八节开始说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千年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那这个地方说的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不是指到说 一个不是不就论 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会信主 不是指的这个意思 乃是指的说 他们在等什么 主在等什么 主并不是在等到说 因为彼得在这里面 他以前面说到主看 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所以当彼得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心里面一定不会是以为 主还有十年就来了 他并没有像大家说 再等一等 就这一代就会来了 如果就在这一代就会来了 那不过就是二三十年 那在这二三十年当中 就是尽量的去当 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的每一个人都信主 然后主马上就会来了 那样子的话 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了 因为他们根本不要我们 我们的主也不要我们 根本就没有让我们有机会活在这个世上 所以主单言 主说这里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是什么意思呢 乃是说 主在永恒当中就已经创造了我们 主在永恒当中就拣选了我们 主在永恒当中没有这个世界 以前在他的意念里面就有教会 就有我们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 慢慢的被生出来 慢慢的活在这一个地上 在真实的生命当中去经历试炼 然后去认识基督 所以神要等 等什么呢 等日期满足的时候 等什么呢 等树木满足的时候 等他在永恒当中所定下的 所拣选的他的儿女 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生 然后得救 然后经过一生的试炼 最后得以成全 在另一段的经文里面 说得更加的清楚 就是西伯来书的十一章 我们翻到西伯来书 新约西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九到四十节 在十一章我们知道 作者讲到信心的伟人 旧约时代那些信心的伟人 说这些信心的伟人 他们冒了那么大的一个风险 他们被各样各样的逼迫灌难 但是怎么样呢 在十三节里面说 这些人 这些信心的伟人 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 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你这句话已经好绝望 旧约时代的那些信心的伟人 他们怀着信心死了 他们死的时候是怀着信心死的 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然后到三十九节里面说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到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结果他说是 旧约当中的圣徒 为什么在他们死的时候 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 因为他们在等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他们在等我们 那第一世纪 为什么当那些基督徒面临逼迫的时候 他们说主啊 你为什么还没有来 彼得告诉他们说 因为神要等马丁路德 因为他们要等黄伟才 因为他们要等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 要等我们被生出来啊 因为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所以你看到说 神在永恒当中所拣选的人 那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教会 那一个无形当中的一个教会 我们被放在某一个历史的阶段 所以如果说今天 你知道说 中国家庭教会今天进入到一个的阶段 什么阶段呢 就是要建立教会的阶段 就是要把我们的教会 真正的好像上之城一样的彰显出来 要成为这个社会当中的灵灯 要来影响 要来翻转整个中国的文化 要来影响整个的世界 就像中东章拉说 要让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所赞美的声音 成为流行音乐 那荷兰的教会 安徽的教会 老实说 当今天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又不是批评他们 我们是看见其中 我们今天要来反思的 要有一点很重要 他们在受逼迫当中 被赶得到处跑 所以他们到处建立教会 他们将福音传遍了 中国的每一个的乡村 就是神在他们当中 非常大的亨叠 但是到现在 你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今天荷兰安徽 他们的乡村教会 面临到一个衰微 这一个衰微是怎样发生的呢 就是因为二十年来 他们没有重视家庭的事故 二十年来 他们没有重视儿童诸子学 二十年来 他们没有重视他们的儿女 他们只向成年人传福音 他们想在这一代当中 得到更多的人 老实说 如果耶稣基督 你很确定 他二十年之内就会来 那还建立什么教会 赶紧传福音 就是这一代 就是该生下的人 都已经生下来完了 历史就要结束了 再也不会有人被生下来了 那么真的是说 弟兄姊妹 把所有的都抛弃了 除了传福音 除了把今天已经生下来的人 更多的带来主的面前 没有其他一件事情 是有意义的 真的是这样 但是如果不是呢 如果主在哪里 还有几百年 我们就要问说 修议制服教会过了二十年之后 重新向我们的孩子传福音 你就会看见说 当有一次 我在有一次一个研讨会上 跟一个国外的一个牧师 谈的时候 我就讲到说 我说 中国的乡村教会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以反家庭的方式 在传教 那这什么叫反家庭的方式呢 我很简单 就是中国人讲 中国传统讲一句话 就是讲大鱼治水啊 三过家家门而不入 他们以三过家家门而不入的方式 在传福音 很感谢神 他们把自己摆上 但是 但是什么 我去过一个很大的乡村教会 他们号称是有几十万人 在那里他们到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衰微很多了 但是还有差不多 五百多个福音使者 就是差不多是宣教士 这五百多个福音使者里面 有绝大多数是姊妹 这五百多个福音使者里面 全是单身 所以我当时跟他们教会的 同工交流的时候 我说你们教会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为这些福音使者 找男朋友找女朋友 你们现在教会最大的一个事工 就是婚姻 帮助他们谈恋爱 帮助他们建立家庭 要不然二十年之后 你们没有家庭 你们不断地在外面传福音 基督主不断在外面传福音 然后自己都不结婚 自己都不生孩子 生了孩子 你们带来教会来 那么怎么样 在那一代人 在这二十年 你看见中国乡村教会 迅猛的增长的时候 孩子来不来无所谓 因为福音增长的速度 可能是每年百分之三十 对不对 但是当这个速度降到百分之十的时候 你往教会里一看 教会荒野 结果福音的运动 就成了一代人的热情 因为没有建立我们的下一代 没有家庭的施工 甚至是 父相比 我已经八个月没回家了 你算什么 人家三年没回家 以这个来比 什么叫更属灵 中国乡村教会到现在 都还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真的是讲了 如果基督是三十年之内就来 这种方式没有问题 如果不是 这样的方式就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永远无法唱起那一首歌 就是《先贤之信》 今天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说到查经班 我们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 能够参加查经班 与众圣徒一起来 查考神的话语 与历代的圣徒一起来 领略主爱的长坡高升 来用 两千年教会的这样一个 属灵的深度来 扩充我自己 属灵的一个体验 那你报名参加查经班 是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你 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圣经有66卷 一共1189章 每周查一章 查22年 所以弟兄姊妹们 欢迎你报名参加22年的查经班 就是这个意思 你一旦报名 就是22年 22年才能把圣经查完一遍 22年就是一代人 22年你成为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基督徒 22年你看着你的孩子成长起来 22年你看见教会在这个社会当中被建立起来 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不是不只是看见不断的有成年人 以前没有信主的被带到教会里来 这个教会真正的被建立在这个社会上 是看见秋雨之福教会的第二代在这里成长起来 中国家庭教会今天最大的问题 最大今天面临的危机 跟他的衰败就是这个 第二代没有起来 家庭事工 很多长久的被忽略 儿童子学查经班 在乡村教会里都非常的兴趣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来报名参加这个22年的查经班 那我们也真的是说 我们教会有74位的会友 其中有40位是有过会议的 34位今天是单身的离婚姊妹 其中离异的会友有12个单亲的家庭 在有过婚姻的会友里面占30% 我们教会的会友的离婚率是30% 跟成都市的离婚率差不多 在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 这很正常 为什么因为主说我来就是来遭罪人的 我来就是来遭忧伤痛悔的人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是说 这个社会上今天有的衰败 这个社会上我们曾经所受到的忧伤痛悔 我们曾经所走过的弯路 我们曾经有过的伤痛 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们可以得医治 所以教会里面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坐满了真的是我们忧伤痛悔的人 没有忧伤痛悔的人都在外面 但是当教会经过20年 经过一代人的时候 如果我们教会的基督徒的离婚率 还跟社会上的离婚率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大大的得罪了神 那这间教会就还没有在中国社会当中被建立起来 不管你传多少福音都没有用 不管你教会聚会的时候坐满了人都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在一代人 在两代人当中 真正的活出那一个道生肉生的信仰 那一个医治安慰到我们的下一代当中 没有看见生命的改变 所以这位姊妹们 我们教会未成年的 就是我们不领餐的会友 我们信徒的孩子 未成年的孩子 差不多将近20个人 我想问大家 我们问我们在座的父母 我们在20个孩子里面 有好多是从来没有到过我们教会 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成年的时候 神给你有一个特权 就是放在父母那里的一个特权 就是以神的道来教导他 使他行当行的路 当他成年之后 你就没有这个特权了 当他成年之后 你跟你的孩子在灵魂的一个关系上 就变成了另一个关系 就是宣教 等到那个时候你开始向他宣教 传福音 很难的 现在不是宣教 现在是教导 现在是教导你的孩子 现在你的孩子是这个教会不领餐的会友 不论不管是在你那里 还是在整个我们教会那里 他是我们的后代 如果你错过了这几年 我不是说你错过了这几年 你的孩子都不会到神的面前 你错过了这几年 那个关系就变成宣教的关系了 像你的成年的子女传福音 所以你每天要做很多的功课 带领他 欢迎他 然后怎么样唱一首歌 要向他传福音 而且在家里传福音是很难的 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看到说 我们的信仰乃是一个传承 在肉身当中传承的信仰 那是从建立在先知跟使徒的一个根基之上的一个信仰 使徒的福音就是信约的福音 使徒的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 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乃是那一位神 那一位基督所成就所留下来的呢 就是因为这一个福音 在人类的历史上在肉身当中传承 但是反过来你又会问到一个问题 在肉身当中传承 我又怎么保证它传来传去不传变呢 因为我们常常在传播学上 会有一个做一个游戏或一个试念 就是我今天跟一个弟兄 我们做一个试念 我告诉你去悄悄话 然后你去告诉其他的人 最后我们教会 最后到最后面是廖波弟兄 最后廖波弟兄跑过来跟我说 最后你就发现那句话已经传得面目全非了 差不多在很多的试验里面都是这个结果 就是最后一定会传变的 传得跟最初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就会问到一个问题 我们那一个超越的信仰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信仰 那如何是一个传承的信仰 但是传来传去 它又会不会传变呢 这是我们所讲到的第二点 就是在肉身当中所传承的来是真理 是福音的一个本质决定了 这一个信仰的传承 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 但是不会失诺 因为是圣灵的形状 借着使徒 圣徒在一代一代的生命当中来传承 所以就好像第三节到第四节 第一节里面 保罗说到自己使徒的一个身份 他强调自己使徒的一个权柄 他强调他所传承的这一切是从神而来的 而且从神而来的是透过使徒来传承的 甚至没有透过天使来传承 所以他说甚至天使来的如果讲的与我不同 那都是另一个福音 所以到第三节跟第四节的时候呢 那保罗讲到说 让这一个传承不至于变样 不至于走样 可是在于这个福音本身的一个性质 他说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在这个地方也讲到整卷迦太书的一个信息 就是恩惠与平安的信息 保罗在所有他的书信里面的问安 都是这两个中心词 甚至也可以说 在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跟生活当中 是这样子两个的中心词 但这个中心词是指到说 我们从我们领受的这个角度来讲 不是从上帝他自己的主权的荣耀的角度来讲 从我们领受的一个角度来讲 的一个中心词就是恩惠和平安 先有恩惠 然后有平安 我们所得到的最大的福气就是恩惠与平安 所以保罗在迦太书里面 也要传讲了一个恩惠的福音 他要传讲是说 唯独靠着上帝白白的恩典 才能够得自由 所以整卷迦太书的主题 那我们可以称它叫做恩典中的自由 恩典中的自由 而这一个恩典当中的自由 都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 就是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要 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这一句的经文实际上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了福音的大概 什么是福音 在这两句的经文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基督所成就的福音 基督的十字架 第一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为着什么 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它的功效是什么 是为着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而死 它的源头是什么 是按着父神的旨意而死 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归荣耀给神而死 这就是我们的福音 这就是保罗要传讲的使徒 不要传讲的那个福音 这一个福音的本质 决定了 这一个肉身当中的传承 可能会因个人出问题 这个传道人家讲错了怎么办 教会出问题怎么办 教会不是没出过问题 中世纪教会出那么大的问题 而且今天新教的教会也都出问题 今天我们成都的每一家教会都要出问题 但是在这一切出问题之上 我们却看到说保证那一个的传承的 来是这个福音本身 来是这一个真理本身 来是圣灵的大人 托起他每一个的时代 托起每一个时代当中的基督徒和主的教会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再一次的来看到这两句的经文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这写明说他的死来是救赎 他的死来是一个挽回忌 他的死来是满足上帝公义圣洁的愤怒 神的圣洁跟公义成全在十字架上 最必有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死 哪怕是神他自己用自己的儿子去替代的时候 上帝也没有联系他的儿子 上帝也没有宽容他的儿子 而把所有的愤怒都撒在他的儿子身上 撒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基督的身上 而挽回我们 这是救赎的本质 而功效是什么 就是带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将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去 称他为阿爸父 而这一切是照着父神在永恒当中的一个旨意来承受的 而目的是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很多人是说 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死了是为我们死的 这话对不对呢 也对也不对 从在这个肉身的历史上展开 从我们领受的角度来讲 这话是对的 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的 但是在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 在一个神的永恒当中的一个旨意来讲 这个话也不对 因为为我们死并不是终极的目的 终极的目的那是为神的荣耀死了 但是这一位神的荣耀是什么呢 就是将他的慈爱完完全全彰显出来的荣耀 就是将他的公义完完全全彰显出来的荣耀 就是将他的圣洁完完全全彰显出来的荣耀 所以这一位神他荣耀彰显的时候 就是我们受到他恩惠的对待的时候 什么叫恩惠呢 恩惠的原文当中的一个意思就是 不配得的慈爱的对待 你跑到一个地方去人家对你来说 哎呀你说我是一个处长 怎么跟我部长级的待遇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这是你所受到的待遇 是你不配的远远的超过你所应当受的 那个叫恩惠 但是福音的目的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他终极的目的不是为着让我们得救而死的 是为了神的荣耀 佈满他所创造的世界 神的慈爱公义圣洁 佈满他所创造的 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的生命当中 最终是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受惠于这一位荣耀的神 如果这一位神是一个不公义不慈爱的神 我们就被牵连了 如果这一位神是公义慈爱的神 他的荣耀彰显的时候 我们就叫什么呢 我们生活中说一个字叫沾光了 我们就沾光了 所以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沾光 我们得救是因为 那一位神的荣耀的那个光 他刚到了国家好像射到摩西的脸上 他脸上发光 我们是沾光 福音不是为着我们的 福音是为着神他自己的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也是说 我的生命不是为着我自己的 我的生命乃是为着呢 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的 我们先领受这一个的恩惠 然后我们有深深的一个平安 我们就看见这样子的一个 福音的一个本质 就是保证了他在肉身 在历史当中的传承 是不管怎么传 不管人出多大的一个错 主的旨意仍然要成就 我们以前讲过一个笑话 我想再讲一遍了 就是以前我们讲到说 不是笑话 就是那个十日坛里面的一个故事 在那个十日坛里面就说到 有一个英国乡下的一个牧师 他就向人家传福音 他就问说你应该信耶稣啊 那个人说好 但是我决定先到罗马去看一看 我到罗马去看一看 你们的教庭 见一见那些大主教 回来我再决定是不是相信 于是他就真的 他也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所以他真的就去了罗马 过了半年就从罗马回来了 那这个人一想他要去罗马 心都都凉了 想到罗马肯定不会信主 那些大主教一个人生的师生子 比另一个人多 全部那么多腐败 所以他回来之后 有一次遇到这个牧师 其实牧师都不主动去找他了 知道没戏了 遇到他了 他说怎么样啊 他说我去了我看了 怎么样啊 哎呀你们的教会真是够腐败 真是够肮脏 真是够黑暗 这个人就不敢再问了 然后他说我决定相信啊 我决定相信啊 你们的神真是神 这么黑暗 这么乱还能够一千年不倒 一定是真的有神 本来是讽刺我们基督教的 但实际上也是给你信心的 就是说如果没有神 如果是一个世俗的一个机构 早就破产了 哪里看见一个世俗的机构 腐败到那个样子 两千年之后还在呢 千年帝国都从这个地上 凡是逼迫过基督教的国家 基本上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灭亡 百分之九十五都灭亡了 但是这一个腐败的教会 这一个曾经走弯路的教会 甚至把其中一个人叼出来 不见得比其他的人 好像更道德的一个教会 他就两千年都没有垮 所以这个人说 这么腐败的教会 都没有垮 一定是有神 所以这个意思是我们看到说 我们今天特别讲到 使徒的一个福音 就是神主的福音 是在肉身当中来传承的 这一个的征战不是我们这一代人 也不是马丁路德那一代人 也不是王明道先生这一代人的 乃是无数代人在一起传承主的福音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生命 可以承载神完全的启示 所以圣经要写一千五百年 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可以完全的传承 跟彰显神的启示 所以神要等几千年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代里面 的基督徒 我们是一个大公无形教会当中的一员 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到地级 不只是在今天2009年的中国说 把福音从一个地点传到另一个地点去 那个叫传福音到地级 而且它必然的包括一点是 想一代人想另一代人传福音 中国的交情教会今天面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它面临前面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它经过了神的一个恩典 而且见面了教会前几十年的一个恩惠 在今天面临的就是 让福音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自己都只有几年的一个 在基督里的一个生命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要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下一代 主并不是为了你得救来救你的 你也有家人 你的家人还有没有信主的吗 你的孩子还没有信主吗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也许你可能已经很失望了 你觉得我的孩子多半都不会信主 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想信主恐怕很难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 我们今天那个周报上 跟大家有一个在做 改革宗教会的一个传福音的 这是很有名的一点 其中有一点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的心都凉了一半了 那其中是在家人 十六条说 不要忘记先知在自己家乡是不受人越纳的 你带领自己不信的家人 归主的可能性通常是很小的 所以要祷告求其他人向你的家人传福音 什么意思 就是要带他到教会来 你的家人不带到教会里来 他信主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因为只在家里向他传福音是很难的 带他到教会来 让他见到一个更丰盛更全面的一个基督徒的群体 基督徒的一个生命 然后求主祷告 在我们当中预备有有负担的弟兄姊妹 来向你的家人传福音 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个心智 不但是在外面传福音 为我们的弟兄姊妹 为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弟兄姊妹 为我们没信主的家人来祷告 而且不仅是祷告 祷告了之后要去向他们传福音 带你们的孩子到教会来 然后让那些哥哥姐姐们跟他传福音 所以青年团契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向你们的弟弟妹妹传福音 因为老爸给他传福音 没有用 老爸都很叛逆了 但是哥哥姐姐们在他的心中还是半个偶像 老爸已经不是了 所以带他到教会里面来 可能青年团契的哥哥姐姐们 会去认识这些我们会有的孩子们 去关心他们 把我们的家人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 我们真的是说 所以我们教会的意向是说 我们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家庭施工是我们的一个重心 我们教会还有好几位的弟兄姊妹 就是他们夫妻双方都是信主的 但是有一方是没有到教会来 我们还有十几位的弟兄姊妹 他们的夫妻当中的另一半还没有信主 我们看望说 我们不但是在外面要宣教 我们教会 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还有刚才提到将近二十位未成年的子女 那可能我们没有统计成年的子女 也应该还有几十个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说 把我们的信仰 从我们传到我们的下一代 让我们的教会 建立起一个以基督化的家庭为根基的一个教会 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福音 让我们有一天可以唱起那种先贤之性的诗歌来 让我们真的是知道 耶稣基督得恩惠的福音 是在历史当中 在肉身当中来传承的 而且在那个肉身当中传承的乃是他的福音 所以即使是我们有软弱 即使是我们属灵的经验生命都不够 但是我们相信圣灵掌管的这些教会 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 也求主激动再一次的激动我们向家人传福音的一个心 激动我们向后代传福音的一个心 激动我们为教会的其他的爹兄姊妹的家人和子女 来祷告来服侍的一个心 如此我们才被称之为叫做家里的人 我们的生命才真正的被带到了耶稣基督的家里面来 甚至就像我们说你来参加查经班的时候 你的整个的你的生命你的信仰才被带到了大公教会当中来 或者你从来没有跟奥古斯丁一起查过经 你从来没有跟加勒文一起查过经 你从来没有跟今天活着的和今天已经不在这个世上的圣徒们 一起经历过崇拜 一起经历过赞美 一起经历过对神的话语的渴慕 对神的话语的查考 一起经历过那生生不息的主的福音 我们为什么要查二十二年的圣经 就是我们直查到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直查到我们被带离这个世上 归天家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一个福音 从保罗那一代的使徒 领受耶稣基督亲自的一个的教导 和圣灵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将心悦的福音恩惠的福音基督的福音 说成书写下来 然后一代一代的建立教会 一代一代的领受神的启示 一代一代的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如此才到了我们今天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就是在我们这一代当中 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把真理的根基建造下来 否则你说你爱你的孩子 你说你怎样的爱你的孩子 你在外面怎么兴起的工作 读书三万块钱一年你都要送他去 但是我说你根本不爱你的孩子 你一点都不爱你的孩子 你当然也不爱主的教会 你要爱他的灵魂 你要爱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我们肉身当中的传承 你不仅是说要看他说 我发烧的时候他也发烧 你要看他说我赞美的时候他也赞美 我祷告的时候他也祷告 我爱主的时候他也爱主 我要看见那一个深深不息的 敬前的基督徒的生命 教会在我们这一代当中 在我们下一代当中 中国的教会也包括在你家里 你可能是第一代基督徒 要真正的扎根下来 没有第二个福音 只有这样一个使徒的福音 只有这样一个在历史当中传承的福音 只有这样一个经过了历代的圣徒 然后今天流入你 然后还要从你流出去 留下去的那个福音 从来没有你独自在神面前领受的那个福音 从来没有只有你一个人 你既没有祖先 也没有后代 你今天被神安慰了 你今天被神重生了 所以茫茫的天地当中 只有你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没有那样的福音 没有那样的福音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基督上帝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任何的事情 任何的思想在这个地上的传扬 都是有风险的 因为人自己不能够保证他所传讲的东西 人自己也不能够活出他自己所相信的东西 除非是来自于你的 除非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 除非是耶稣基督 按着主的父神的旨意而成就的这个福音 除非是你自己要来感动人 否则一个人不可能感动另一个人 除非你自己要来动工一个人 不可能使另一个人相信耶稣 除非你是你自己要亲自的呼召人 一个人也不能够使另一个人成为传道人 但是主你却愿意透过我们 我们这些真实的活在历史当中的 主你自己的儿女 来把你的真理 以道成肉身的方式 经过我们的生命 经过我们的肉身 在这个历史上传承 直到你要收割的时候 直到你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 主要求你激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 我们在你的面前 立志做一个基督徒 乃是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 我们立志在你面前来参加查经班 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 乃是说直到查考到主你带我们归天家的时候 主要我们也一起唱起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 唱起家庭教会前代圣徒的诗歌 唱起福音派的教会 新教的教会 甚至大公的教会 在历代的诗歌 我们与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你 主要我们把秋雨之福教会 为每一个会友的子女和为新主的家人 交在父神你自己的手上 把我们的一颗心字也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上 求你给我们的一个意象 求你使我们在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每个人在主你的面前来立志 让我们这一天教会也在主的面前来立志 让明年你加添更多的基督徒的家庭给我们 你带更多的我们会友的子女到我们中间 你带更多的会友的丈夫跟妻子 还有其他的家人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今天会友当中有九对基督徒的夫妻 主要在明年求你赐给我们十五对二十对基督徒的夫妻 求你来医治每一个真的是 无论是在家庭在工作在各个方面受过伤害的 主要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 求你将新的应许跟盼望放在他们的里面 求你知道说主啊 你的福音要经过我流向下一代 要经过我主啊流向我的家人 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在这个时代来动工 我们看见中国的教会要兴起 城市的教会要兴起 那是他的一个标志是在于主啊 真的是儿童组织学的事工要兴起 主啊真的是看见主我们查经班的事工要兴起 婚姻的事工要兴起 主啊家庭的事工要兴起 对单身家庭的福事要兴起 对每一种的这个境遇当中的弟兄姊妹 彼此的一个福事要兴起 主求你来激动每一位青年团契的弟兄姊妹 他们对于他们的弟弟妹妹 真的有一个福音的负担 求你来兴起我们的儿童组织学 我们将真的儿童组织学交在父神的手上 求你来将每一位的父母交在父神的手上 将今天每一位未成年的子女 我们教会布领参的会友交在父神的弟弟的手上 求你在我们的会友当中激动每一个人的心 为我们教会每一位会友的子女 每一位会友的卫性主的家人 都在我们当中呼召激动他的守望者 他的代导者 他的一个帮助者 我们感谢主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在你面前的立志 主啊你将我们更紧紧的相连 真的是成为你家里面的人 感谢主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此刻在你面前的定义 真的是常常的存在我们的心间 并且每一天有你的恩惠平安与我们同在 如此的祈求祷告 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并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Amen